看了 这一下不敢追了吧 嗯 撤 云甄内 苏西 少年走 师傅 你在干什么 暴露在撤退的时候埋下地雷 无法通过 我们再扫雷 你是白痴 等你扫完雷 太阳都已经下山了 我 我们可以扫过去 你走 你走 看看有没有地雷 你走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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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 踩啊 踩啊 不要了 走啊 睁大你的眼睛看看 哪里还有土八路 我 这么说 土八路还是跑了 这是我太无能了 不要太自责了 我是你的哥哥 也是你的指挥官 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 搞估了你的能力 责任在我 大哥 从现在开始 任何军务你都不得插手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一个月之内 若是再不能修好铁路 你就收拾东西 滚回陈奈村去 大哥 大哥 我没有你这样没用的弟弟 小总 那八路还追不追了 是 所有人 给我去鬼头沟 是 尚总 八路去鬼头沟了吗 是 还有什么八路 去鬼头沟送铁路 是 是 尚总 好 是 有 尚总 啊 哎呀 拥儿啊 你爹呀 总算少了 跑出来了 你在哪儿呢 团长好 团长好 守土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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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好了 换了新团长 咱们总算能出去打鬼子了 再也不用受这个窝囊气了 是啊 是啊 守土抗战个屁 三二九团一切照旧 擅自外出者 一律枪毙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找我女儿去 是 好了 好了 团长 正尉 少军哥 团长 慢点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行吧 团长 多亏了少军哥的枪法 要不然 谁也救不了他 谢谢少军哥 我啥时候能下地啊 着什么急啊 要没有我的命令 你就不许下地 听见没有 好好养伤 你就听田路的吧 好好养伤 好 可是 我老这么躺着 心里憋得我 少军哥 我想回来跟你一起杀鬼子 你就歇着吧 你看看你现在 包得跟个粽子似的 能干啥 先养好香再说 是不是少军哥 还在试试养伤吧 咱的日子还长呢 我都听说了 大家为了救我 通用了那么多人 去攻县城 我这心里 你呀 尽管放宽心吧 你呀 本来以为 这次行动以后 小鬼子会马上反扑 没想到 他们哪根筋搭住了 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说 这么好的机会 你再不好好养伤 对得起小鬼子这一片好心吗 是 总长 谁 田团长 恭喜恭喜啊 是正大管家 坐 上次都回田长官的指点 我们才能获悉少爷的下落 我家老爷一直逞您的情呢 举手这老何足挂齿啊 只是当初我田某是寄人篱下 仍为言轻啊 你要是放到现在 我一定衰军出击 救出你的胡子 有您这句话 有您这句话 也不枉费我家老爷的一片苦心 这句话怎讲啊 你真的以为是长官不觉得你人才难得 才破格题吧的吗 那是郑先生 从中帮助 那我田某真是感激不尽哪 感激不必了 只是希望您能答应一件事 你别说一件你就是一百件 希望你能以露天山为前车之鉴 你要知道既然能推你上位 自然也能让你下台 那是那是 您慢走啊 什么玩意儿啊 你来要挟老子 你谁来都一样 找不到我女儿啊 我她娘的哪儿都不去 我跟着这家儿 有没有 我呢 我不是 我为了 吃 吃 还是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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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鬼子还真就闭门不出 在鬼头沟修起铁路来了 照这个样子啊 我看也修得快差不多了 接下来怎么做才是重点 小鬼子不会一直容忍我们 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行动 同意 最近要加强警备 严密注意日军的动向 是 老江 我看还是我亲自去安排一下 好 部长 我这儿有封信想要交给杜鹃 什么意思 杜鹃同志在苏联学习期间 不能和外界有书线往来 这是记录 任何人不得理会 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他什么时候回来 回不回来 老实说 我也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尽管 他声音乐 可能 不过 好吃 真好吃 至于吗 至于碗粥 咋不至于呢 今天的粥特别好吃 碗粥胖子 你啥意思啊 你又不是手受伤了 你 你俩不自己吃 要不 爱情的为你 滚头子 用不着你 天鹏妹子 你也太偏心了吧 不说了吧 他不碍事了 饿了 你怎么不远呢 干吗呀 你们都欺负我是不是 有啊 少君哥 你看 他们欺负我 你也不管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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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你这是咋了 魂丢了 少阳太 有什么魂啊 别蒙俺了 瞧瞧你这样子 老话说得好 自古英雄 爱美人 为女人吧 我有那么明显吗 没那么明显吗 二哥来的时间虽然不长 可眼睛在这儿呢 这田路妹子呢 整天围着你转 可你这心里头 没有欺人罢了 杜鹃是不是 二哥 叔 人已经走了 往上门惦记着 好吗 你早知道是这样 你当时就不该放他走啊 谁能想到当时一走 我就没本联系啊 现在连信都不让信 还有这事 兄弟啊 你可别怪这当哥哥的 没提醒过你啊 俺可听说了 老毛子 那哥哥是金发碧眼 帅着呢 别回头 真把杜鹃妹子给勾走了 二哥 别老长他人志气 帅怎么了 他们身上还有味呢 没法进身 感觉像你见过那么多外国人似的 管他有没有味呢 兄弟啊 你是不是也该想想啊 他的事儿 你和他老是这样那样 这样那样 就算杜鹃真的回来了 你觉得他不会误会吗 好 虽然驴声波折 但还是按时打通了铁路线 二弟 干得好 让大哥一再失望 是我的无奈 啊 当时我也是一时的气垮 现在 铁路线已经开通 天照计划的后续工作 就可以继续下去了 我马上上报军部 神节修建机场的后续援建工作 当然 也会上报你的军功 大哥 我不想要勾 怎么 还在生我的气 不敢 我想要 别的东西 我想要一个和土拔路决战的机会 大哥 这些事情你还放不下 身为一个帝国的军人 一再在八路面前受入 这个仇我怎么能够不报 白路藏在深山里 你追他就跑 你光蛮干 起不了任何作用 所以这次 我打算把他们逼到平原上来 和我决战 这么说 已经有计划了 是的 好 好 八路和三十九屯的问题不解决 总是天赵计划的一块心病 既然这样 那就放手一搏吧 我会全力支持你 是 大哥 你这是何必呢 咱们已经立大功了 大家接待欢喜 你非要揽下一趟手的麻烦 这八路军有多难缠 我们又不是没经历过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更要以雪前吃 我跟你不一样 你认为战争只是一场游戏 享受其中博弈的快感 但是我不能 我一定要赢 说实话 你就是太在意大哥的想法 你这样一起用兵 我告诉你 不是什么好事 报告 仙内部队集合完毕 总共不抽掉的援军已开拔 预计三日内抵达 电力阁部队 加快险军速度 这次 我一定要把你们赶尽杀绝 我就不相信 你们不出来跟我决斗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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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见 秦船长 怎么了 怎么了 走 报告团长 团长 来 跪了 怎么了 葵子 葵子 图村了 葵子 併狗 ecc 词 枑 草 併狮 杀 杀 Fleur 杀 杀 杀 报告团长 一个人都没有 团长 小鬼子这是逼我们应战的 团长都到这个份上来 犹豫什么呀 我们现在就去和小鬼子拼了 对 是啊 和小鬼子拼了 主队 你们以为我不想 别以为狩猎有了点家伙 打了几个胜仗 就忘乎所以了 同志们 咱八路军是不怕牺牲的 可是把队伍打光了 拿什么来保护乡亲们 团长 郑伟 这回小鬼子 摆明了就是冲着咱们来的 咱们要是不应战 那他们还不一个村 一个村的祸害过去 要是真是那样 那咱们还有什么脸面 在这青城的地面上走动啊 武刚就是想逼我们去救援 只要部队一出现在 平原地带 必然遭到小鬼子为奸 咱以前不是没领教过 后果不堪设想啊 同志们 这三个红子是我们 这一群黑子 是日军 我们以少敌多 一旦出击 武刚势必会包围我们 如果他带增派部队 扫荡平原 我们该怎么办 这也不行 那也不成 那还打不打了 打 一定要打 那这不是正面 日军主动出击 后方必定会空虚 我们安排乡亲们转移 同时自己跳出包围圈 进攻日军的据点 给日军制造一个 我们总攻县城的假象 迫使武刚抽调部队回原 让武刚两头无法兼顾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不会丢到县城 因为那是死罪 对 你反而是真 只要武刚回原 我们立刻再从身后打服 逼他再次分兵 身后 这办法倒是不错 可是鬼子加上伪军 最少也得有两千人吧 咱满打满算只有五百人 这样下去 我们恐怕会首尾难顾啊 这倒提醒了我 这盘棋啊 必须拉上三十九团 不然 咱算得再精妙也是枉然 三十九团 他们哪儿小可出了名的呀 如果还是露天山的话 哼 想都别想 不过好在现在新团长上任 熟人好办事 熟人 田振兴 可是 我从军区得到了消息 这田振兴上任的第一件事 就是严禁士兵外出 我怕 他跟那露天山是一丘之鹤呀 咱有杀手锏啊 你是说田路 对 没想拿田路 去换三十九团的协助机会 不是我 是你 我不太合适了 现在情况危急 你应该清楚 孰轻孰众 田路姑娘人是不错 可她不能总这么一直偷偷地 藏在她半路队伍中吧 她既然是为你而来的 要走 自然也是你去说的 我祖国怎么开口呢 日军的行动迫在没减 这件事 我希望你连夜处理土壤 不然 后来你比我更清楚 天路 小军哥 我到底哪儿做错了 你要赶我走 我 我什么时候要赶紧走了 谁说的 我找人家 你别骗我了 我早就听猴子他们讲了 你们为了让我爹出兵 就让我回去 那个碎碎的 太讨厌了 你听我给你解释 你跟我呢 一起来八路军的军营 你身为三十九团团长的女儿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你 你这是为什么呢 我还不是因为你 你 你不是救了我吗 你 救了我 你还受了那么重的伤 那我能那么忘恩负义的 把你给丢下吗 是 是 我知道 但你看我现在 不是能跑也能打了吗 我已经恢复了 我 我 我知道 你 你不要生气 你看你 你会医术 你枪法也准 你留下来我们当然高兴了 你说的是真的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可是 你得明白 你爹对我的看法 他现在手握兵权 你说你刘未来 到底是照顾我呢 还是要帮我呢 那我可以给我爹去解释呀 所以呀 这就是你回去解释的 最好的机会 现在日本人要逼我们应战 四处图存 你爹现在一门心思要找到你 你回去告诉他 你安然无恙 并且让他跟我们一起作战 这才是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 否则的话那么多百姓无辜牺牲 你心里面烙人吧 好 那我回去去劝我爹出兵 嗯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这件事一办完我就得回来 还回来吗 你要不安逸呢我就不走了 也不是 你 你回来呀 你可以回来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 我走了 我舍不得你 嘿嘿 嘿嘿 你 完了 嘿嘿 你 完了 嘿嘿 这么说 八路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小王庄的尸体 已经被人就地掩埋 可是八路的主力部队 还是藏在深山之中 没有先生的迹象 还不是一群贪生怕死的乌合之中 可是 我们应该怎么办 巫人大佐又问县领部队调动情况 到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说 先不管他 明天集合部队前往周家屯 一个不留 如果八路还是不出现的话 那就再去喝口香 我就不相信 他们能够一直坐视不宽 可是要是八路 强行一步带着百姓撤退怎么办 那就太好了 交通要道上 到处都是我们的港商 老百姓行动缓慢目标又大 只会让八路更狼狈 报告团长 有人求见 谁啊 这么早 什么事啊 鲁儿 真是你啊 臭丫头啊 你说你走了也不跟爹说什么 这么多天你去哪儿了 你这不爹都要急死了吗 爹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我知道您担心我 您大小不说也是个团长 干吗呀 还这样 可别让人家巴陆君看笑话了 巴陆 田团长 这位装士 俺是奉了俺们独立团 江团长的命令 护送田路姑娘返回三十九团 谢谢装士 请请请 请屋里坐 请请 请 来来来 别坐 这位装士 我得重重地赏他呀 这就不必了 田团长 俺这儿呢 有一封俺们江之国团长 给您的亲笔书信 您请过目 天团长 现在小鬼子呢 正在到处残害老百姓 俺们团长希望您和您的三十九团 能和俺们并肩作战 粉碎小鬼子的奸计 我跟这个江之国还真是有点缘分 让我们协助攻打县城 这不是送死了吗 田团长 这您大可放心 俺们八路军是不可能随随便便 让任何一个人去送死的 你们三十九团 这回只要阳公 要的就是个场面 这 这 爹 您还犹豫什么呀 这事我可早就替您答应下来了 您要是不同意的话 那可就是言而无信 以后谁还保护您女儿啊 这是阳公啊 那是当然 田团长 俺们团长您是见过的 她的为人您应该清楚 再说了 这不还有她的亲笔书信吗 这还有假 好好好 我给你跑一趟 太好了 爹 你就是啊 你体的维路天山强多了 那是 我觉得喂 很多人的 PAL 好 一定要 丁 妈 tell me 这 我给你换 我给你sti 对了 她让我给你捎一句话 她说很快就回来 二哥 大战惊致你别吓我 没有 他真的这么说的吗 二七哥 我郑少俊一劲苟且在世 也没跟你们讨个说法 那 这回你们等我好消息 少俊哥 我也去 你们不能把我落下啊 你还没好利子呢 去哪儿啊 我没事了 田龙妹子早的时候说了 我虽然伤得重 可我恢复得快 我真没事了 要死我也得跟你们死在一起啊 你和我这帮兄弟一样 个个都是好业的 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 早就够本了 行 那咱们就陪小鬼子走一趟 好 对了 少俊 咱们这次和三十九团合作 要不要把你还活着敲心 告诉田真心 先不要着急 我和田路嘱咐过 把他收口如瓶 如果让田真心知道的话 整个战区就都知道 那你也不能老做正盟名单上的活人吧 这对你对你家人 都太不公平了 我参加挖路的目的是要打鬼子 我参加挖路的目的是要打鬼子 公不公平的事暂时没那么重要 其实吧 你父亲 班长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出发了 那个林木刚不好对付 咱们上次吃了他多大的魁 我担心你们这次诱地深入 上回的事 是上回 这回不会 那你是铁了心要当这个诱饵的 是 我先出发了 一定要注意安全 走 郑伟啊 郑少俊父亲的事 还得找个机会告诉他 否则 可是这事关机密 我们还是得要听一听 军区首长的意见 好吧 报告上座 前面赵家村空无一人 不过赵台还是热的 应该刚离开没多久 另外属下发现 有大雷人和车马转移的痕迹 我来 主巴路还是心软了 他们带着老百姓不会走的太远 追 是 慢点 慢点 走 来 走 来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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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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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鬼子马上就要追上来了 好 好 好 来 快 快 快走 政委 咱们这样走太慢了 万一被追上了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 说什么都要带着乡亲们一起走 实在不行 咱们就跟小鬼子拼了 好 保护乡亲 好 保护乡亲们快点 小鬼子可没上来了 这么快 我们抓紧时间吧 走 走 走 小鬼子 小鬼子可没上来了 这么快 我们抓紧时间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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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走 走 走吧 走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请兵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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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